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有世界第一高峰之称的 珠穆朗玛峰 是全球登山运动爱好者的圣地 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登山客 花大钱向尼泊尔政府 购买登山许可 尝试要征服这座世界之巅 不过一些登山客 在珠穆朗玛峰上留下的 除了有他们到此一游的阻迹 还有没有带走的垃圾 以及遇难的同伴尸体 导致俗称离天堂最近的珠穆朗玛峰 沦为了世界最高的垃圾场 为了让大自然恢复原有的干净壮丽 尼泊尔政府出动军队 和当地的夏尔巴人合作 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垃圾清理 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 清理团队是已经回收了 119吨的垃圾 14具的尸体和一些骸骨 为了进一步减少垃圾 并且改善对遇难者的救援工作 尼泊尔当局从今年开始 要求登山者佩戴追踪设备 并且在下山时 带回自己制造的排泄物 灰色山峰高丛入天 大片白雪覆盖其上 形成强烈对比 世界之巅 珠穆朗玛峰壮观的景色 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镜头一转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尸体 和一带带的垃圾 为了解决珠穆朗玛峰垃圾 承栽的问题 尼泊尔出动的军人和当地 夏尔巴人联手登山展开 地毯式清理行动 不过由于山上气候变幻莫测 再加上高海拔环境 氧气含量低 清理团队在执行任务上 面对的挑战可不小 将垃圾包装成袋后 团队就将垃圾送到山脚下的 一家垃圾处理厂 进行分类和回收 工厂员工表示 他们从山上接收到的垃圾 大多是旧帐篷 燃料罐 氧气瓶 登山 绳索 还有手电筒 电池等等 而最古老的垃圾 竟然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 尼泊尔的全都是1950年 那些都是电池 一些都是电池 1957年 我认为我们收到最古老的垃圾 无论如何 心理团队表示 由于尼泊尔政府已经制定严格规定 再加上现在的登山者也有所警觉 因此丢弃在山上的新垃圾 已经大幅减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